中国一级战备究竟有多可怕 美国上将麦克阿瑟曾说过 如果哪个国家能让新中国启动一级战备 那么世界第三次大战便很有可能爆发 而新中国自建立以来一共六次一级战备 其中三次都将军事强国老美打得落荒而逃 第一次便是朝鲜战争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 南韩部队一度被压制在边境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 他们背后的老大哥美国坐不住了 立马决定以世界警察的身份介入这场战斗 并且联合了十几个国家 组成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部队 来到了朝鲜战场上 很快南韩的颓势反转 在美军的猛攻之下 北朝鲜部队被压制在了我国边境不远处 正常情况下来说 美军此时已经不能够继续逼迫 毕竟朝鲜已经无力阻挡 可谁曾想他们原本的目标就是新中国 只见美军开着飞机坦克 朝着中国边境黄空乱战 严重威胁了我国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 眼看对方越来越过分 毛主席力排众议 大手一挥 下令开启一级战备 前往朝鲜支援 抗美援朝一触即发 彼时的我国志愿军 凭借出色的战术 以及汉不畏死的精神 直接将美军打跑打怕 连带着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 也不敢再放死 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第二次金门炮战 就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后 美军贼心不死 妄图干涉我国内政 背地里扶持蒋介石 想要通过台湾来实现自己的阴谋古迹 老蒋也仗着背后有美国 从而展开对大陆的试探 对福建地区造成了多次骚扰 更是在连续几年间 派遣13万兵力 对大陆发动突袭 这样的举动 立马引发了我国的愤怒 毛主席直接下令反击 启动一级战备不守 1958年金门的一声炮响 让蒋介石慌了神 也让美国意想不到 紧接着数万门大炮击发 顺时间蒋介石军的阵地损失惨重 最可笑的是 美军在看到我国真的敢炮轰金门后 直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而老蒋也明白 自己是被坑了 也立马下令后退 短短42天的炮击 让蒋介石不敢再觊觎大陆 更是令美国害怕 从此不敢妄想插手中国内政 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幅度提高 中国一级战备究竟有多可怕 美国上将麦克阿瑟曾说过 如果哪个国家能让新中国启动一级战备 那么世界第三次大战便很有可能爆发 而新中国自建立以来 一共六次一级战备 其中三次都将军事强国老美打得落魂而逃 第三次珍宝岛战役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一级战备 也是罕见的一次全民皆兵 彼时的苏联身为中国的老大哥 在斯大林去世后 赫鲁晓夫接过重担 却与我国发生思想上的矛盾 甚至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不仅侵犯了我国主权 还对我国领土产生了想法 对此新中国绝对不会答应 这也导致了中苏两国关系极度恶化 多次在中苏边境发生冲突 面对我国想要和平谈判的要求 赫鲁晓夫根本不屑一步 直接下令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 珍宝岛战役一触即霸 1969年3月2日 苏军一支部队忽然对我国边防人员发动袭击 导致我国六名战士伤亡 此时我国已经忍无可忍 毛主席也直接命令启动一级战备 前线整整拼杀了9个小时 国内也紧张的展开防空洞的修建 以防止苏联对我国进行核武器弹力 不过最终的结果依旧是我国取得胜利 同时让苏联明白了我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 第四次毛主席离世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非战争情况下 却启动了一级战备的经历 也是全国人民印象最深的一次 1976年 新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可天有不测风云 周总理和朱老总的相继离世 让毛主席备受打击 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导致毛主席心力憔悴 病情再度加重 最终与世长辞 而我国为了维护国内稳定 以及防止西方的趁虚而入 立马决定启动一级战备 全国军民在悲伤之余 依旧保持着高度紧急 虽然这一次的一级战备 没有爆发战争 但却是有史以来 对中国最严峻的考验 中国一级战备究竟有多可怕 美国上将麦卡瑟曾说过 如果哪个国家能让新中国启动一级战备 那么世界第三次大战便很有可能爆发 而新中国自建立以来 一共六次一级战备 其中三次都将军事强国老美打得落荒而逃 第五次对越反击战 在此之前 中越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 甚至当初越法战争 有了美军介入之后 我国二话不说前往支援 因为之前朝鲜战争给美国留下的阴影 导致美军根本不敢造次 也让被战争折磨得不像样的越南 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最终成功取得战斗胜利 谁曾想越南的独立战争刚刚结束 转头便将黑手伸向我国 加上中苏关系走向冰点 越南也不再藏着掖着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屡次对我国进行挑衅 尽管我国领导人对越南发出了警告 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越军变本加厉 不断将边境线向前推移 并严重危害了我国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此邓弓不再忍大 立马启动一级战备 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 整整22.5万大军 一天便集结在中越边境 命令下达后 我军势如破竹 剑锋直指越南首都 28天的时间 让越南重新认识到 中国不是谁都能惹的 此战过后 全世界的国家都明白 新中国已经成功崛起 摆脱了当年任人宰割的身份 第六次台海危机 这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1996年 美国突然向我国发出挑衅 试图再次分裂大陆与台湾 为了捍卫我国领土主权 领导人立马下达命令 采取严厉的反击措施 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 导弹也只有东风15 军事差距可谓天差地别 但没有任何一位战士退后 在一级战备启动之后 克林顿也收到了消息 他不明白 为何在军事实力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中国为何还敢亮剑 然而美国也不是真的敢打仗 此前的一系列战役 给美国大兵造成的阴影 还历历在目 最终在我国政治 外交以及军事的组合权之下 克林顿也收回了各种手段 并公开宣布了 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撤走了部署在台湾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至此之后 西方再也不敢肆意 对我国进行侵犯 时至今日 新中国的力量再次迎来爆发式增长 那些曾经的大国强国 也早就被我们甩在身后 但新中国从始至终 都秉持着和平共处的原则 战争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可但凡有敌人敢踏足中国领土 那么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强有力的回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